原来成龙片场秦始皇的名号是真的 二十年前他做的事随便拿出来一件 放在今天都得被骂的毁权 我以前几乎是秦始皇一样 在电厂 因为爱选 干什么 断手了 拿走 换一个 动 干什么 那是心愿 大概没有人不知道 能留在成家班的首要条件就是不能怕死 那个时代的香港是镀金时代 大家生活都很艰难 不肯拼搏就会被饿死 所以拍动作片 说拼命那是真的拼命 比如在电影龙的心中 有一段业内公认的最惊险的镜头 那就是八个人从七层楼高的施工地跳下去 下落过程中不仅有横西竖八的铁架 还有大家身后的爆炸也是真爆炸 那时候可没有花里胡哨的绿幕和特效 所有人都是硬着头皮往下跳 连摄影师都吓得心寒 等到拍完以后直接变成事故现场 有的人断手有的人断脚 还有的人脚心直接插入钢钉 光人砸人都差点丢了半条命 镜头完成后红金毛哈的不是收工 而是先救人 那个时候别说手指擦破皮就要进医院了 如果连跳楼的勇气都没有 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成家班和红家班 现在才知道成龙说的没错 连他自己都得听命 哪有空去替别人矫情 总有人嘲讽成龙用替身 实则他用替身不是为了让别人替自己卖命 而是很多动作在自己做过感觉不太好看 再由别人补拍一个更完美的镜头 现在的演员抢戏是为了多争点镜头 以前成龙抢戏 那是一言不合就把没命的动作全揽过来 其实本来要拍这场戏的演员本忆也不是想找理由推脱 但是成龙太强势了 一听见他手断了 斩钉截铁要自己上去跳 对方吓了一跳 赶紧解释不是那个意思 成龙对着说 不是 我改剧本 说完以后 自己开机就跳下去了 落地的一瞬间 他感觉尾椎骨都快插到了心脏 最后他是被抬走的 现在完全可以想象 凭什么成龙在片场就像暴君一样的存在 毕竟如果你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连像大哥一样的魄力都没有 根本不配吃这碗饭 要么跟他一样敢拼命 上午断腿下午开工 要么就不要混这一行 敢跳楼的大野人在 现在想想 难怪都说那鱼要玩了 但凡有个明星 有成家班的人一半的魄力 也不至于滥剧听吐了